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听说今天能见到吴先生 是啊 我都等了好久了 你说吴先生今生会亲自出面吗 应该会的 我听沐沐说 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啊 先生都会请画师来给我们所有人做一幅画 而且你知道吗 先生自己也会说画 这可是每年的惯例 爸 先生都已经好久没有露面了 对啊 吴欣秀的那幅图啊 还想让他指点一下呢 我好久不见了 我好久不见了 你瞧我是不是很厉害 厉害厉害 你这皮丝的记忆一发精湛了 这么好的一副秀呀 先生还亲口夸赞过呢吧 就这么糟蹋了 真是可惜啊 道歉 厉重兰 你以为我怕你是不是啊 我让你道歉你听懂没有 你放开 你如果不道歉的话 我们去找嬷嬷 不对 去找吴先生 让他来评明点眼 你疯了吧 这么点小事想惊动吴先生 先生才没空理会你呢 那我们就试试看 道歉 对不住 行了吧 行了吧 你就是太纵着他们了 我只是不想捅他们 浪费口舌罢了 要说纵着 还是你最不让我省心 好了好了 再不走我们就晚了 回头那几针我替你修了 走了 好 不过夫 沈先生 开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少了一个 你们左右瞧瞧 看看还有谁没到 丁如好像没在 怕不是睡过了吧 要不去他屋里瞧瞧 不来就不来 别耽误大家时间啊 我还是去找找吧 什么事啊 这清理有人 到底怎么回事 我原本是过来打水的 可我刚把桶放下去 就有感觉是碰到了什么东西 我底下头去瞧 结果就飘上了一张脸 这些我认得 是丁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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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好当当的人 就聚了紧了 咱要不要曝光啊 对啊 这些是无需你们掏心 回去把今日的秀活做完 快走呀 走啊 回屋去 还愣着干嘛 快走 快走 人家 我昨晚好像碰着丁如了 如果是我昨天晚上 能上前看看去 或许丁如舅 这不是你的错 现在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还不知道呢 得等衙门的人 来了才知道 对了 昨天晚上我离开的时候 好像看见有个黑影 往后运的方向去 但是那会儿太黑了 我也不能确定 去哪儿 我得把这些 告诉衙门的人 不成 咱们且再等等 可是我觉得 丁如的最近 或许不是意外 正因为如此 咱们才更不能轻举妄动 今晚你还是跟我积极吧 你向来叫浅 这又受到了惊吓 今晚肯定睡不安闷 不行 刚出了这种事 萌萌肯定会严查 若是被发现了 你我都免不了一顿训 我先走了 一会儿嬷嬷来了 来 那我们就会想喝点 好 那我们也想和你 买到操作 过来 我能没有 来 这个 也就是 我真的想和你 对 今天 是 知府相关 听说烟雨绣楼死了个绣女 怎么死的 说是自个儿投警 绣楼本想私了 可那姑娘的爹娘 让人只要报官 事情也都闹起来了 这样 你亲自去一趟国公府 是应该只会 宁国公夫人一句 人们都说呀 这个国公府 快走到头了 可是谁想到 这个国公夫人 离开京城这么多年 愣是能找到法子 讨太后的欢心 国公府这锅冷灶啊 愣是让她 给炒热了 而且 事关烟雨绣楼 那个吴先生 还是他国公府的座上宾 所以你务必要摸清楚 宁国公夫人心里的想法 是 是 嗯 夫人 燕雨绣楼又送来新绣品了 你先帮我梳妆吧 是 这个吴莲可真会挑日子 选夏雨天 就正好可以展示她燕雨绣的特色 您瞧 这梨花竟然开花了 吴莲的手艺又精进了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如果连你都知道 人家燕雨绣楼还要不要做生意呀 奴婢只知道太后着实喜欢这燕雨绣 这几日啊也是少了不少东西呢 这个吴莲没叫我失望 这次蜀国来朝见 回的礼都是太后她亲自选的 你说如果选中了燕雨绣 那我们宁国公府就有举荐之功 您是想 可以了 拿走吧 拿这个 夫人 高牙丝求见 让她进来 是 小人见过宁国公夫人 陈知府叫你前来所为何事啊 有人报官 说燕雨绣楼有个绣女坠井而亡 衙门已经派卜力过去了 知府将公特意让我来跑一趟 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指示 现在这样的小事都要跟我汇报 陈知府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毕竟涉及燕雨绣楼 知府相公做不了主啊 这就是一个意外 也不是什么大事 陈知府应该会知道该怎么妥善处理的 是 夫人 此事不会给咱们府上带来什么麻烦吧 只要她做的燕雨绣 目前还是太后的心头好 其他的都不重要 丁晓娘子的事还是有劳二位了 那我们这是多有打扰 我们这就回去复命 做什么去了 作业的事我还是不放心 就想着去丁入的屋子里瞧一瞧 好了好了 你别生气了 我不再去了 你每次都这样 不要以为我拿你没办法 我跟你说啊 丁入这事你不要再琢磨了 衙门的人都已经来找先生问话了 什么时候 就方才啊 你干嘛去 我去找先生 诶 诶 你好 你怎么还好 你怎么还好 妈妈 你这么快 我不还好 那个你还好 我 你大概率了 哪儿 你就 你 先生 先生 如蓝 何事如此匆忙 先生 订入的事 衙门的人没有为难您吧 无碍 不过是问几句话罢了 先生这些日子 好像在避着我 怎么会呢 只是绣楼里 出了这样的事情 有好多事要处理 你莫要多心 你先好好练习秀艺 等过了这几日 我再去看你 好 那先生 也多注意休息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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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当 我近日在丁入的屋子里 发现一样东西 我家是开药铺的 多少也懂些药力 那方子 我回去戏看了看 像是 像是落胎的 你确定 虽然平日里 跟丁入并不相熟 但我们这些绣女 整日吃住都在酒楼 一个月里 也不过一日的秀母 怎么可能会 算了 或许是我学医不经 看错了也不一定 一定是看错了 此事也休要再提了 省得毁了丁入的身后命 我这不也是只敢偷偷地跟你说吗 药方呢 在医生里头 先放我这儿吧 我就是觉得可惜 我记得丁如 比我还小两个月呢 好了 不说这事了 好 好 也不知道以后我的夫君 有没有你这样的手艺 有没有你这样的手艺 那怕是难了 我以前就想过 将来我要是成亲了 一定要找一个体贴细心的 能替我描眉 替我梳头的夫君 婉婉呢 你想找什么样的 你该不会从来没想过吧 现在这样不好吗 这怎么能一样呢 我们终归是要成亲的 谁说一定要成亲了 我有刺绣便够了 我能靠他养活自己啊 没错 是这个礼 你不觉得 我这个念头很怪吗 有何奇怪的 这世上 能有终身不娶的男子 那也能有不成婚的女子 就像你方才说的 只要能养活自己便好 只怕这话被我娘听见 要将我赶出家门了 真正爱你的人 自然会盼着你过得好 能随着自己的心意火 我是这样 你娘也定是这样 我听说丁如是意外追紧的 真是可怜 这也有什么好可怜的 谁叫她半夜好端端的 不睡觉 非跑到后院去 现在倒好 这后院还死的人 多晦气了 就是就是 要我说呀 这丁如平时看着不声不响 谁知道半夜溜出去 是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呀 指不定是去约会了什么亲郎呢 你们几个还有没有点任性了 好歹丁如跟咱们统一无言相 现在人都走了 没见你们谁掉一滴眼泪 还在这儿说风凉话 不怕遭报应吗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点了 不光管他 再连死人你都管 像是丁如的爹娘 没人领你们去吗 刚才有两个萌萌 把路上给交走了 好 我离你们去吧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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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害死了我闺女 我凭什么不能说 都回家 姑娘 姑娘 你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在丁如房间做什么 我刚把丁如的爹娘送走 行了 回屋做绣活去吧 把床上的东西 都换成新的 是 动作快一点 这床单 竟是丝绸的 这烟雨修楼 当真是折的 看来 你也是实货的 咱们绣楼里的绣女啊 这吃穿用度 都是顶好的 就这丝绸床单 可是吴先生 送给各位 小娘子的入学礼物 连富贵人家的娘子 都用不上 这么好的绸缎呢 丝绸的也好 麻布的也罢 不过都是睡觉罢了 何须如此费心呢 你自己收拾一下吧 走 来 吴先生来了 大家将之前 布置的绣活 都拿出来 今日由先生 亲自过目 吴先生您看 不错 谢谢吴先生 这里的针角有点密了 晚上还是要多加练习 几岳封房里 先生为何不下我的绣药呢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也不知道罢文这块睡觉没有 我去瞧瞧 您 你也不知道罢文这块睡觉没有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怕我做什么 以后令如兰远点 你有什么资格来吩咐我 说起来 比起令如兰那种寡淡无趣的 还是你这样的更有意思 我可以放过他 但总得掏点利息 我可以放过他 走 啊 这烧好的丝绸 都被你弄地上了 默默问我 我可担待不起 走 跟我去见默默去 你们俩在做什么 高小娘子说 屋里的床单脏了 我正准备送新的去 结果被她弄脏了 谁让你给她送丝绸的 拿回去 换麻布的回来 可之前我都是 之前是之前 让你换你就换 费什么话 为什么她只能用麻布 先生的吩咐 还轮不到你来过问 都什么时辰了 赶紧回屋去 走 为什么我的床单是麻布的 是哪一天换的 是与先生那一夜之后换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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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听外人将她说得如何如何好 不过是教授我们秀矣的人罢了 但学成归去 便与此人再无瓜葛了 可是整个怀州府 谁不承载先生一生啊 人云亦云 他们如何知道 吴连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你记着 这世间本就有事 并非如你所想 如你所愿 切勿太过清晰 为何每次提到先生 你总是这样严肃 你是不是对她有什么成见 我记得刚入学那会儿 咱们用的都是白色丝绸床单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就换成麻布的了 你还记得是从何时开始的吗 是吗 不记得了 恐怕是丝绸太昂贵 总不好常用 默默便索性换了 那为何有的姑娘 用的是麻布的 有的姑娘房里 还是用的丝绸的呢 一个床单而已 用什么都不打紧吧 可爱为雨碎 烟与所重围 天南有地北 他千江有万水 海同北 有高一无首 苏手之惭悔 长月有等岁 朝此时落落归 已无悔 一场争风坠落 一场场雪茫茫 何曾聚如所想 心别忘 你心疯霜 心热血微凉 一幕幕就回望 一夜夜飞丝了 沉悟长从今年 不该忘 人都三间晴天 真凉 游高一无首 苏手之惭悔 长月有等岁 朝此时落落归 已无悔 一心正风吹落 一场城雪茫茫 何曾只有所想 心别忘 你心疯霜 心热血微凉 一幕幕就回望 一夜夜飞丝了 深入长从今年 不该忘 人都三间晴天 添片 沉靖 天 靠闺 天 川钛